漲電價 民怨 食安破房 民怨 就在短短幾天快速的堆疊 沒有想到民怨已經漲破喉嚨了 今天居然有人衝到了 術發部去開槍 我要趕快告訴我們這個現場 他到底什麼訴求 好 居強哥還有抱歉的觀眾朋友 這個畫面我真的看得嚇了一跳 這是在台北市的 鹽屏南路的術發部的本部 你看到今天早上 我們把他馬賽克馬起來 居然有個男生帶著長短槍 誒 但他怎麼有錢啊 普通人怎麼可能 對 他帶了槍去 然後他也很明確的不是要傷人 他要打術發部的大門口 把玻璃給打碎了以後 他人在現場等警察來 他並沒有拒捕 他也沒有逃跑 但是他要表達他對術發部的不滿 那為什麼 因為他現場跟警察講 他來開槍就是對術發部浪費錢 他非常的忍不住 因為這樣帶著槍衝動力量扣板機 對 那觀眾朋友你要知道 我們不去英雄化這個行為 因為他怎麼會有槍呢 他跟吉達講他幾年前買了槍 後續我們等警方偵辦以後知道 怎麼會有長短槍 但是你要知道 這個是他的臉書貼文 現在跑出來了 臉書貼文他一直對術發部 就非常不滿意 我就問俊翔哥還有觀眾朋友 現在目前什麼都要漲 四月要漲電價對不對 很多便當都漲價對不對 然後這幾年 尤其是2016到現在 馬易走總統卸任之後 蔡英文總統上來之後 我就問俊翔哥 以前一年馬英九當總統的時候 四百萬的陸客 現在還有沒有 沒有 現在是完全沒有 不是說四百萬變兩百 沒有 大陸連團客都不來 自由行為也基本上不想來 再加上疫情 他在南投 他是民宿業者 所以 海嘯第一盤 全都扛掉了 沒有辦法 因為政策的關係 我的這個工作呢 完全因為我們兩岸的這個對立 他沒有辦法再維持他的工作 他會有心聲覺得不滿 這我能理解 但是他看到新聞上面講說 嘿 你束發部那花很多錢 又綜紅 又綜藏 幾千萬幾億再花對不對 他覺得束發部非常的浪費 你看這是他貼的文章 他貼了一個小丑的貼圖 劇情我就不多說 大家去看那個電影 就是有很多不滿 然後他文字上告訴你 你們所成立的束發部 為台灣做了什麼 只會幫你們這個無能的政府 做內宣 每天在那邊自我感覺良好 我們辛苦的納稅錢 來養你們這些 他用詞很激烈 你們這些綠能政策導致台電 他有在看新聞 反正總之 包含了束發部的浪費 包含束發部的這個租金 包含了我們的這個電費 跟我們國家的能源配比政策 他都不滿 所以最後他採取了最激烈的一個行動 我們再強調一次 不支持民眾說 因為你對政府有不滿 就去開槍 而且不能有槍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 民眾對政府的不滿 現在是真的爆發了 滿到紅樓了 接下來我要請觀眾朋友來看這一段畫面 王世堅 民進黨立委對於束發部 他氣到一個什麼程度 你不要說別人 自己人都看不下去 你來看看 你們的報告齁 我四個字形容 天馬行空 有個111 民眾就應該相信這是政府來的 這麼幼稚 拜託 我待會兒就發個簡訊給你 看你信不信 我發個字送你束發部 裝神弄鬼 虛勢盜明 我懶得讓你回答了 我看你那個嬉皮笑臉的樣子 你今天沒打瞌睡 就已經奧彌陀佛了 打過瞌睡 沒有雙二的份 你就是打過 我沒看過這麼二類的官員 那個主席時間暫停 我生氣個三秒鐘 民怨沸騰還怕沒有理由嗎 今天晚上節目一路看下來 又是電費又是食安 再來一個束發部 我來跟大家講清楚齁 為什麼民眾會這麼去束發部 剛剛所講的那件事情 再加上這個李懷仁次長 那我也跟李懷仁次長說了 來 導播我們再看看那個畫面 今天立法委員 你不管他是國民黨 民進黨或民眾黨 質詢的時候 你同意不同意 你就在笑什麼 今天王世堅不爽就是這個 我講什麼東西 你在那邊嬉皮笑你幹嘛 有沒有 你看 因為王世堅很生氣 那他氣什麼 我就跟俊昂哥講 剛剛那個南投民主委 他氣什麼 其實束發部浪費 好 那束發部現在因為說要打炸 成效大家覺得說可能慢了幾步 那他努力再打炸 我們希望他能做更好 他有一筆預算一千兩百萬 做什麼齁 就是所謂的GOV.TW 政府的短官網 還有一個就是EE的簡訊 他說呢 我們現在只要有EE簡訊的話 你看到的簡訊的來源 它的來源是EE 就是政府的簡訊 王世堅直接講說 馬上就被破解了 開啟 你幹什麼 好 那你可以跟王世堅委員報告嗎 是 報告委員我們這EE真的有效 現在目前哪幾個政府部門 我們的簡訊出去以後 而且你要告訴民眾 觀眾朋友 你知道EE就是政府的 這官方簡訊嗎 很多人還是不知道啊 所以到時候 如果來一個EEE呢 四個EE呢 那大家會不會看了 又覺得說 以為他是政府的簡訊 詐騙無所不在 你要防炸 委員質詢你 特別他還是民進黨的委員 你就不要嬉皮笑臉嘛 那嬉皮笑臉呢 被罵了以後下去 王世堅真的生氣了 不讓他回答了以後 他還講說 看你在那邊好 還敢打磕睡以後 他已經下去了 他沒有讓他講話 他跑回來說 我沒有睡覺 還硬嬉皮 但王世堅就說 我明明就去年看過啊 來觀眾朋友 去年在跟李桂敏的時候 他那時候有一次的質詢 這個畫面我們節目有討論過 到底是怎麼回事 迷之三秒鐘 你看他頭點下去有沒有 到底是怎樣 我不是李懷仁我不知道 那李懷仁他的公開說法是說 我的眼睛小 你不能說當我在睡覺 可是為什麼頭點下去 看起來有點貌似在打瞌睡 這個事情 其實說實在的 各界的解讀真的都不一樣 這樣我懂了 看完今天的這個畫面 不打情不打懶 專打不講演啊 怎麼這個時間要你苦民所苦 還是這種態度 好 這一串這個叫做實驗組 來這一串叫對照組 這個人是誰 韓國瑜院長 你不用講說什麼苦民所苦 他就講莫忘世上苦人多 什麼都沒做 不然他憑什麼當人氣王 所以俊強哥 反差就在這裡了 你本來想說政府 應該拿拿出來的人錢 好好做事 發現有浪費的時候 是不是特別氣 你本來以為大家想說 韓國瑜 他就是用膝蓋走路 對不對 每天揪空 外兵來的時候馬上出寵 結果到現在為止 已經兩個月要過去了 他外兵團一個接一個 沒有問題嘛 對不對 那這一團是這個 泛歐的綠黨 來觀眾朋友 講到這裡 柯文哲中槍 因為呢 這個泛歐綠黨的這個主席 他當場跟柯文哲 不是 跟韓國瑜抱怨柯文哲 他說他也 這個人怎麼有關係 不是 我有看那個畫面 我也是嚇了一跳 等柯文哲出來解釋 他跟韓國瑜講說 我們這個泛歐綠黨 在這個歐洲是得票 平均歐盟是10 可是德國我們拿到21% 21%小黨算不錯啦 結果他敗會柯文哲的時候 因為都是小黨 柯文哲當場跟誰比 我26比你更高 所以這個主席當場跟韓國瑜講說 我們被柯文哲嘲諷 他的制度比我高 我回去以後我要再努力 希望之後呢 我們可以超越柯文哲 當場那個韓國瑜 他什麼反應 他說 他不用等翻譯喔 英文一講完 他就 他就 他怎麼可以講這個話 但是問題是 你看喔 韓國瑜也沒有去批評柯文哲 他沒有 這就是立法院長韓國瑜 那你要知道 他現在到了什麼細膩的程度 到現在為止 包含了3月15的那個取消質詢 後來變成是黃國昌跟柯建民在吵對不對 韓國瑜他是開放的嘛 然後他立法院每天忙 中午時間吃個水煎包 連這個 郭哥郭子淺 因為他模仿秀嘛 真假 他做節目 來觀眾朋友 因為這個東西我有第一手消息 郭子淺並沒有一定要去找韓國瑜 並沒有 因為他知道說韓國瑜現在苦名所苦嘛 但是國民黨好幾個立委講說 你都來了對不對 我帶你去 我們帶你去找韓國瑜 就沒想到韓國瑜辦公室的人 非常的有Sense 剛剛講有沒有 質詢CP號的人 真的沒Sense 浪費錢還要對不對 就是沒Sense 但韓國瑜有Sense 他現在是全民的立法院院長 對 他認為我上班時間 不宜跟這個 可能就是 有個節目啊 攝影或怎麼樣 就婉拒郭子淺的那個 建運的邀約 這就是實驗組跟對照組 韓國瑜知道自己 要先做該做的事 再做想做的事 雨萱你怎麼看 搞到天怒人怨了 我認為訴發部這件事是一個層次 但是你坦白講啊 其實現在難道只有訴發部的問題嗎 因為你仔細看那個 當事人他 包括他的臉書也好 他的po文 因為他有去 對於自己的所謂跟行徑 做他的詮釋跟解釋 那他的引述真的是小丑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相關的電影 也知道他對於這個不滿的 訴發部只是其中一個表身 一個代表而已 因為現在整個政府的焦點 包括部分藍綠 國民黨也好 民進黨也好 確實是聚焦在訴發部這個案件之上面 他只是顯而異見 但我認為是你仔細看啊 包括所謂的無能的政府也好 大內宣也好 他是對於整個執政 甚至八年感到的憤慨 所做出來的一個表達 所以倒不是針對訴發部 那你把這件事情 反觀到韓國瑜身上 其實就顯而異見了 包括我們剛才講到韓國瑜 現在連鍋子錢都要特別去模仿他 跑到立法院去 理論上來講 我並不覺得這對來韓國瑜來講 是一個好事啊 我必須平心而論 因為韓國瑜他這一次 跟所謂的過去的模仿秀也好 跟藝人也好 跟網紅也好 其實是完全不搭嘎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劉強哥 因為韓國瑜他只做事 不做秀 他不做不講話 也不花言巧語 就只做事 所以這才是他這一次 會贏得明星的關鍵嘛 所以你仔細看為什麼韓國瑜 連跟郭子錢見面他都不願意 因為一旦見面他又回到過去的韓國瑜 那昨日的韓國瑜基本上已經死了 今日的韓國瑜才剛出生 對於他而言就是這樣子嘛 所以你仔細看他所謂的 專注意識也好 愛惜羽毛也好 包括其實你看喔 連水煎包這一件事情 他從頭到尾也沒有講太多的話 也沒有說太多 但是在輿論上 在新聞媒體上 甚至在討論度上 都已經整個大家熱到炸鍋了嘛 結果韓國瑜只說了什麼 就媒體問他他說對 就一個字 就對這一個字而已 他是直到了事後已經結束了 他才特別去PO那張照片 其實事實上 我認為連那張照片都不用去PO 因為現在大家真正對他的期待 這才剛開始而已 不是在現在 而是在520之後 當賴清德真的上任之後 我們可以預見到的是 朝野的紛爭一定會越演越烈 不論是說賴清德喜不希望 國民兩黨的立委 在立法院的衝突 甚至民進黨的立委 希望在立法院激起的火花 這是勢必會產生的 因為各自要對各自的選民交代 進行對抗 比如說我就舉一個顯而易見好了 電價這件事情 電價現在國民兩黨 民眾黨 國民黨跟民眾黨 即將要去凍結這個電價 那請問民進黨會不會產生抗爭 所以你會看到一個很怪的局面 官員是民進黨的 那底下抗議的也是民進黨的 反而是國民兩黨 再去捍衛主席台 所以這個時候 誰會變成議題的焦點 韓國瑜會出現啦 所以我說在未來 他如何去處理這些紛爭 處理這些糾紛 動輒得救 如果處理得好的話 這一股聲量只會水漲船高 繼續延續下去 但是如果處理不好的話 不管你什麼鍋子錢 不管你什麼水煎包 不管你什麼網紅什麼樣的聲量 都會一氣破功 這才是真正重要的點 董哥你怎麼看 這一次的選舉 雖然大家絕對非常不滿意 但是至少我們讓國會給改變了 政治沒有改變 民進黨那個爛黨還繼續在執政 但是國會改變了以後 從韓國一開始 總部處先查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大家看了 他現在的 對自己的要求非常的嚴格 然後當然 整個從頭做起的時候 勾子錢看到的是什麼 他的節目看到就說 哇現在台灣政治人物 聲量最高 韓國瑜百分之五十二 蔡英文成建人只有四十幾 哇那當然節目可能希望有這個效果 這個不怪他 但是韓國瑜畢竟跟國際不一樣 國際韓國瑜自己在參選的時候 他做了很多好玩的事 那大家覺得說 這個韓國瑜很親民很怎麼樣 現在也不是不親民 可是他現在多了一個身份 立法院院長 那當然你變成有些東西就 要跟郭子田說抱歉了 韓國瑜如果再下去 民黨一定會講 你又開始在辦小丑了 現在台灣小丑已經夠多了啦 數位不得理懷人 打瞌睡打得這麼明顯 唐鳳自己本身也是個小丑 這些人都覺得我智商高 我懂了這些科技 知信後的網路數位的東西 我比你們都懂 他們小丑中的小丑為什麼 他不會做人啦 你不曉得你今天領政府的薪水 你要對老百姓負責 不是那種嬉皮笑臉 你應該拿出你的責任嘛 是不是唐鳳每天在發政府的錢 發到什麼離譜 他去美國開會 機票17萬耶 各位想想看 我們現在大家為了 這個電價漲價鬧得不可開交 我們政府這些單位還在用這些人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了 台灣人民所關心的這件事情 民進黨都不放在眼裡啊 好 博弈你怎麼看 高章的民怨跟那一串槍響 這個實在是 是什麼訊號啊 蘇發部雖然在112年度 他的總預算已經高達了217億 但我個人認為感覺不夠用啊 還要繼續追加預算 他不需要繼續追加編列 防彈玻璃門 以及人身安全的預算啊 因為居然連書發部都可以做到爛道 讓民眾繼續你們開箱 真的是匪夷所思 但是我也請蔡政府 包括了唐鳳部長 你們好好想想 為什麼在你們的執政之下 為什麼在你們努力之下 詐騙案件不但沒有變少 民怨反而天天高漲 讓我們人民生活不下去 不要再每天只會管你的能源 不要每天只會管你卸任後 你的歷史定位是什麼 好好的想想人民 好好的想想 曾經支持過你的所有民眾 讓他們都有一個安全和樂 而且沒有後顧之憂的生活 才是一個身為執政黨 應該要做的事情 而不要每天都只問你自己的政治考量 為了你們的選票考量 這些東西對於民眾而言 真的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四月漲電價 漲還是動漲呢 藍白共同提案要動漲 明天329決戰立法院 我們等著來看 不過今天更嚴肅要告訴大家的 就是連續幾天外界都放大能源政策 說你都重壓天然氣 你不要核電 電只會更貴 我們要告訴大家 現在更慘的情境 偉翰來跟我們解釋 可能是你花大錢 天然氣都不一定送得進來 好在講這個天然氣的 這個桃園三天之前 先跟大家講經濟部 我們這兩天講的梗圖 經濟部市長鄭文森 我早上訪問他 是 他說對啦我們那個梗圖 選錯case的跟大家致歉 大家怎麼說麵包店 對不對 一天給兩塊 那個是700度以下 他說不要再用這個case了 他講的是電鍍 第二個你要知道 國民黨跟民眾黨已經提案了 今天禮拜四對不對 明天在這個院會當中禮拜五 就直接要來進行看看 藍白要提案直接動漲 可是我今天要請偉翰來告訴我們 有一個我們想都沒有想到的情境 好可怕 我們在這邊憤怒著說 多花我更多的錢用你的電 沒有想到你花大錢 你可能也沒電可用 我來跟大家講 這個事情相對有點複雜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三接桃園的大潭藻礁區 當時包含了這個 就是潘中正老師 他們這些環保的團體都覺得說 不可以在桃園的大潭的海域 蓋三接 因為天然氣的接收戰會破壞這個海域 那現在目前證明了 已經開始在做這個工程 確實影響了漁獲量 漁會害怕啊 你在那邊做工 怎麼漁會漁會過來對不對 所以現在目前捕獲量 已經少了50% 俊翔哥這50%我覺得還算少了 可能80%或是根本都沒有漁的 那怎麼辦 那所以環保團體早在 緊急聽我講 2018年就已經提出了 他希望你不能在這邊做這個事情 可是現在慢慢拖慢慢拖 一路以來 一開始環保團體要求他 停止這個許可的這個案子 行政訴訟是輸的 但是到了最高法院的時候 被犯回 他把他撤回了 所以昨天你知道嗎 環保團體很高興 跑到立法院開氣球講說 你看我們要求他 撤回許可這個案子 原本我們敗訴 可是後來到了上面的時候 因為把他發回更神了 所以我們是不是就可以讓他 不要蓋三階了 金督部跟他講說 沒有這個事情 已經在蓋了啊 他只是把他撤回 你要他不許做的這個許可而已 還是要繼續照做 所以總統就講 我們現在目標很清楚 2025年民國114年的時候 就是要完成 也就是明年 因為現在目前台灣只有 一階在永安 二階在台中 三階就是桃園 必須把三個天然氣結束戰 接起來 為什麼 因為明年2025核能要退場了 所以他天然氣的結束戰 跟火力發電當中的天然氣的部分 燃氣他一定要到位 所以要把這一些的這個結束戰 包含之後的四階在基隆 都會繼續往下蓋下去 好你敢知道 我本來還在想說 如果這個 因為這樣而停工的話 你要知道喔 這直接聯動的是大同發電 他用這麼多的一個發電量 全台將近兩成 這樣買得好 我今天有錢給你蓋了 我還沒電好用 再來 大家在想說 因為 你的錯誤能源政策 你不敢 不敢只有兩條路 要嘛台電破產 要不然我們就漲電價 我們破財 所以你最後來看 今天核電復興 這幾天天天沒拿出來討論 好我要跟大家講 我們核能配比大概就在原本的 20% 15% 10%左右 現在大概7到8% 那可能還要慢慢往下降 你知道你只剩核三而已 但你要知道喔 國民黨現在已經有提出 我看是羅志強跟王洪威 提出要讓核二核三演繹 所以只要核二核三演繹 我直接跟大家講結果好不好 因為我們現在漲電價嘛 對 為什麼漲電價 因為國際的化石燃料 它漲價了 為什麼漲價 因為打仗 所以打仗了以後 我們50%的天然氣 跟30%的燃煤 而且我本來還以為是 天然氣貴而已 今天鄭文森跟我講說 燃煤更貴 那這樣的話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 使用比較貴成本的發電方式 對不對 那如果你把核能再撈回來呢 核能發電 觀眾朋友我們現在一度電 大概賣3塊 法國是8塊 核能發電的成本 居然跟人家多少錢嗎 你來行嗎 一塊 核能發電一度電只要一塊 所以是比我們現在目前的成本 還要第三倍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把核能撈回來 簡單講 如果還能延溢 為什麼講20年 因為一個核能電廠 現在是40年到了 又不能用 美國往60年80年的核電廠 比比皆是 那你往後不要40年了 20年好不好 如果核能延溢20年 然後我們講現在 台電是不是虧3800億 那延溢20年 光是一個我想10%左右的 配比的發電 不是100% 對 中間只有這10% 那邊還有活力發電 可以省1.6兆 對吧 立刻就救了 你虧3800億 但是它是1.6兆 對不對 這是160億 所以不是 是1600億 對不對 所以重點在於你1.6兆 狀況下的時候 你只要把台電的核能撈回來 可是能撈嗎 現在目前核二它燃料棒是滿的 沒有乾式儲存槽 核三在恆春 它的燃料池還沒有滿 可以直接用 可是法令把它綁住了 因為我們現在根據法令 觀眾朋友 你要讓核能電廠的基礎 它的反應爐能夠沿用的話 5年前就要提出 那2024年今年 核三廠的一個基礎到期 明年2025年的5月17號 第二個基礎到期 所以才叫做2025非核家 你通通退出 現在農業其實5年以內 怎麼辦就要靠立法院了 所以呢 今天專家已經告訴你了 核能如果沿用 核二或核三 核一有點老舊了 它都可以造成我們的 這個發電成本降低 但問題是 現在台電完全不敢說 因為總統當選人 還有現在的總統 蔡英文總統 賴清德副總統 他們都沒有要使用核電 就看立法院之後的工法 那當然大家要知道 那如果未來2025年的 核電完全退出以後會怎麼樣 會不會漲電價 會 那到底是多少 目前不敢算那麼清楚 早上鄭文森我問他這一題的答案 他告訴我3% 如果核電2025完全退出以後 我們的電價還要再漲3% 因為現在目前佔比 我們發電3塊多 一度電3塊多當中 有0.12是來自於核電 也就是核三的那一個機組 所以他就認為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看立法院了 立法院如果繼續要使用核電 而民進黨如果不阻擋的話呢 那可能我們就能繼續使用核電 那因為用電的狀況 現在大家越來越緊張了 因為馬上要漲電價了 那我上次跟大家講了 那個麵包店的已經呼呼了 不要再說了 很多的店我昨天才在講 小火鍋店現在都用電磁爐 你只要大概100坪左右的餐廳 他如果有用相關店的 基本上一個月的店費 大概就要10到20萬 吃店怪獸 我現在不是講房租 對 只是用店而已 房租可能要50萬 對 電視都要20萬 那你的營餌要做多少 那賣幾鍋 所以現在很多的這些餐廳老闆 都非常的擔心 父親明天在立法院決戰329 說要喊洞長 可是後來想一想不對 洞長你好像在幫我把關荷包 問題是你洞長 台電加速破產怎麼辦 所以關鍵點並不是說 你永遠不可以漲 而是要求台電公司 你必須要先來說明清楚 你是不是已經盡了全部的努力 來避免你自己的損失 那這裡面所謂的盡了全部的努力 裡面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 你增加你獲利的部分 你有沒有做 剛剛講核電 核電這件事情 其實這個國民黨這邊 包括了羅志強 還有包括王宏偉 他們現在要提的 這一個修法的這個法案 並不是直接替核二核三解套 不是叫直接解套 而是說 剛剛其實韋翰講得很清楚 你五年之內要提出 研議申請對不對 我現在把這個五年之內的 研議申請的時間 先放寬 所以你就不需要 一定要在五年之前 就提出研議 那你只要在隨時提出研議 只要合格了就可以研議 這樣子的話 你就核二核三 隨時都可以提出研議 所以先把這個門檻給取消 你台電就沒有話說 我依法非得要 這個停止核二核三的運作 你已經沒有法律上面 非要停的理由了 接下來就是來看說 那你台電敢不敢研議 你台電敢不敢提出研議 那你如果不敢提出研議 你明明做著一個金基母 每一年可以省下幾百億的錢 你不願意去省 然後你要跑去做很昂貴的發電 那你當然會不允許 第二個很重要的是 你對外購買的電力 到底合理不合理 因為其實在台電它裡面 網站上面都很清楚的告訴大家說 它的每一個購電成本 就自發的或者是對外購買的電 而現在的三階工程的不順利 這當然裡面牽涉到很多的 法律訴訟的問題 它就會影響到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法律規定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天然氣的 依賴度很高很高 我們2019年的時候 天然氣的依賴度只有百分之22.7% 可是你知道去年已經多少了嗎 天然氣的比例44 就短短的四年當中 其實那個佔比多了一倍 從22變成44 那22變成44 可是我們還是只有兩個接收佔 那就算三階加進來了之後 其實我們的安全容量 最多也只有11天 請注意我們的法律規定 2025年必須要有20天 你現在看不出來 它到哪裡去增加 20天的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準備的安全儲量 我們對天然氣的依賴度 現在這麼高 可是我們的天然氣的接收佔的問題 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是 董珂 今天有人在討論說 是不是我們的稅收又超增了 有 我查了一下 超增了3671億 有人說那應該在花錢啊 對不對 現在民不聊生啊 官也不聊生 那來花錢啊 那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又在漲 你所有漲的東西 其實都已經把這些都吃掉了啦 大家想一想看 像我們節目前兩天討論說 哇 阿兵哥現在 漲兩塊錢的護食費 對啊 客人稀稀的 兩塊錢 要笑死人好不好 真的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政府很多事情喔 在這些階段裡面 拿出來都是很好笑的 那這個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了 講到這些電價 其實最簡單的道理嘛 大家都很清楚 第一個清楚的是什麼 明年 2025年 那你真的把何人都弄掉的話 你的利人上不來嘛 童子賢都公開講啦 馬上九時代的你的利人四點多 你現在才九點多啊 你明年可能到百分之二十嗎 不可能嘛 做了八年都不可能啊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外界的這些以後 其實我們很早就講了 我們節目也講很多次 他們不聽啊 現在政府裡面有很多人啊 自視甚高 比如說數位部 他就很高啊 對不對 那所有人你講的東西 我就看不起你 都是仰高於頂啊 都是這樣 自以為是 那其實我們現在台灣的電力 他最大的問題就是你的電力結構出問題嘛 你就是因為有一個緩和的前提 緩和以後 對外講就是我用利人 再生能源來cover 對不對 那結果呢 你最多 最最多你能夠吹牛吹到二十 那其他百分之八十 一定要火力發電 火力發電在世界 那是違反世界潮流嘛 你是讓地球的臭氧層更糟嘛 那所以這樣的話 你們一樣都得罪了 結果得罪到最後 老百姓還要漲價 那這怎麼講得過去呢 好我們今天要帶大家來看到的第一個民怨點 第二個民怨就是食安連環破 今天雨萱帶我們來看到就是在 信義原版S3的這個 中毒兩死的恐怖事件 台灣過去食物中毒從來沒有這麼迅猛奪命的賢利 那這個毒數怎麼出來的 現在檢察官更進一步一步一步去鎖證據 確認動機朝向人為下毒的刑案偵辦 雨萱帶告訴我們 查下去查到什麼線索 就那個原本我們大家講這件事情應該是什麼問題 食安問題 但不好意思 現在慢慢轉向你知道變什麼問題了嗎 治安問題 很有可能從原本單純的食物中毒案 現在要往刑事案件 也就是中毒叫做食物本身產生質變 而下毒代表有人在做怪 所以你看各位怪是怪在這邊 到目前為止全台灣累計17期 而這17期從哪裡開始 19號到23號到24號對不對 最新年24號再新增三例嘛 那我就問你知道中間有個很怪的點在哪裡 在哪裡 20號沒有人 爛過一天 對請問有這個可能性嗎 如果說是食物中毒的話 應該採用的都同一批食材 19號20號21222324嘛 要嘛就是從20號開始 往前 通通都沒有 要嘛就是往後 通通都沒有 怎麼會食物有問題 剛好到20號的時候突然沒問題 所以貓膩有問題的 詭異的點在這邊 但不管再來你看到 現在總共25重症 而且食藥組定掉了 的確 這個叫做食品中毒 但由來是什麼 還不知道 目前扣押監視器也好 把老闆跟廚師等於是這幾天的相關人等 全部給抓起來 而檢調也全面啟動 我再補充一個資訊 包括他們手機通話記錄 以及相關是不是有跟人家結怨恩怨 通通都已經納入考量 所以跟各位定調 正式網很有可能是刑事案件去發展 好我從後面講回去 這個法務部它是一個指揮辦案的機構 它已經往刑事角度去辦的話 這件事情已經層級又往上拉了 還沒完你回到公共衛生 回到醫界回到臨床 這些專家最了解毒 沒有想到他們講出來的也呼應 不排除人為下毒 對沒有錯 他們直接講應該講 全部都是往人為因素發展 因為太怪了 這五天的時間 難道只有這17個人吃果條嗎 當然不可能 至少成千上百吧 奇怪成千上百的裡面 如果說是食物中途 食材有問題 怎麼又剛好只有這17個人 所以你看王必勝怎麼講 他說沒有辦法排除 下毒的可能 各位衛福部講重話 就算是重話了 包括講話你看喔 第一時間我做了什麼 跟市警局長 通電話要求調查 代表大家都覺得這個案情不單純 過去大家對於所謂食物中途 想像是什麼 吃到上吐下歇 拉肚子回家休息一下 頂多水土不服兩三天 很少會有這種狀況 我們竟然是食物中途到兩三天 最後一個講 人就沒了 來你看喔 比如說這個66歲死亡的案例 第一個 他女兒一直再三出來強調 我父親很健康 而且他只吃了一餐 結果沒有想到他回去的時候 第一天腹瀉竟然幾次你知道嗎 30次 太異常了 而第二天即便說沒有腹瀉之後 沒有想到最後面人也是指數 急速的上升 也沒了 你看喔 三天內肝腎猛暴性衰竭 換言之他整個器官都已經完全失去功能 就算用葉克膜搶救 最後還是不幸的過世 而你看肝指數 超過40就已經過高了耶 結果他當天多少 一萬八千耶 一萬八千耶 代表整個肝都已經壞掉了嘛 所以他們講怎麼會有這種情況 從來沒看過 我們今天都鎖定在一個高度的懷疑 包含了專家 包含了檢察官 都往有沒有人為下毒的這個方向辦下去 你要有證據啊 第一個懷疑是 為什麼如果是中央廚房統一 供幾所謂的板條啊 或者其他的主食 怎麼就只有S3這裡出事啊 是 俊翰哥我們現在講喔 我們還是不排除米酵菌酸的可能性 是 但是重點是怪 這件事情太怪了 怪在哪裡 來 各位如果說食材出問題 那我們要塑本追緣嘛 台北市政府有沒有第一時間 對相關的食材機查 有 你知道做出的毒物反應 有沒有嗎 通通都沒有 正常的都沒有 所以才會再送到中央說 進行更精密的化驗 這是第一個怪事 再來第二個來 各位 板條是哪裡來的 板條是由三個中盤商販售 但是你說這三個中盤商 難不成只賣保齡嗎 沒有耶 他供貨的有四家餐飲業者 甚至有十家都在販賣 但請問這些人有沒有出任何問題 沒有 包括連保齡的分店有沒有問題 也沒有 所以那怎麼會剛好 只有毒毒信義 A13這麼精華地帶這麼精華的店家 只有他出問題 再來 六個權威 各位有沒有辦法去斷聽這件事情 也沒有辦法 你看到衛福部開了專家會議 還為此特別去延調 結果包括六個毒物 各位在講一次 毒物權威 說的確有可能是米酵菌酸 但對於整個過程當中 為什麼只有這17人還是沒有辦法解釋 好宇軒最後來告訴我們 總要有一個動機吧 來我們來看看 這一家餐廳的創辦人 他的一些紀錄 就說黑歷史也被起底了 有可能是因為這樣惹禍上身嗎 對因為現在大家 都往刑事案件去偵辦的時候 你不禁要追人追錢追查 到底是不是過去有什麼冤金債主 他們就發現這個創辦人問題可大了 你看喔 他過去是做什麼 原本是做旅行社請假的 後來旅行社也因為COVID-19倒掉了 跑到勞為夜市說 我來炒一個馬來西亞的這種超龜啊 結果沒想到呢 炒著炒著 突然間明明還欠的多少 千萬的債務喔 他身上還有千萬債務 龜啊炒沒幾年 就在百貨公司設過了 這是第二個怪疑點 結果沒有想到呢 最後又傳出說 疑似好像還積欠了這個蔬果果菜商 也就是他的供貨商 高達60萬元的款項 但與此同時他又對外宣稱說 我們未來還要繼續展定 而且要展在台北市的淨化地帶 所以他們就講 最後還發現一件事情 就連責任險好像都已經過期半年了 包括薛樂園都說完蛋 這樣接下來求償們可能要仰賴國家 那我就問 這個創辦人這麼多的疑雲狀況下 而在這一家店最後3月31號 即將要關門的前夕倒數15天 竟然爆出這樣的食物中毒事件 就連相關的店員甚至都疑神疑鬼 各位這個實在是案情太過於詭異 素卿你跑這麼久的醫藥新聞 見識過這麼多的新聞現場 這一起食物中毒怪不怪 它不怪嗎 確實它非常的奇怪 因為我看到第一個 覺得很奇怪的點是 它第一個死亡案例 它第一個死亡案例 是一個相當年輕的人 他甚至不滿50歲 40歲 39歲 然後他沒有潛在的其他疾病 過往我們一般 雖然也曾經有食物中毒造成死亡 包括過去的一些沙門氏菌感染造成的死亡 或包括以前的其他的金黃色葡萄球菌造成的死亡 但他們的特色是 一 他可能有潛在的免疫性疾病 二 或者是他年紀很小 年紀很老 發生在青壯年族群 兩天都急速死亡 所以他非常的奇怪 後來案子陸續爆出來之後 你就發現 對啊 這些案例呢 這些死亡或者重症的人 普遍並沒有一些潛在疾病 所以這是他第一個奇怪的地方 第二個奇怪的地方是什麼 因為我自己也開過餐廳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想說 如果真的是這個果條出了問題 那他們這一家店的食材管理 應該非常非常的糟糕 因為大家知道 桂仔條是一個屬於水含量比較高 如果你去看 他不是像我們泡麵一樣是乾的 他是QQ濕濕的 這種濕濕的東西 像我們在店裡面 我們叫貨量不會太大 因為他保存時間不會太長 所以如果他真的從19號到24號 都吃到同一批果條 這很奇怪 怎麼可能叫貨量這麼大 那剛剛有提到 為什麼只有S3這一家 這倒是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說 我們知道 假設是本來的果條中 有一個特殊的菌 因為產生米酵菌酸 要有一個特殊的菌 假設他真的很不幸 有這個特殊的菌 那他可能呢 在非常不良的保存條件下 也表示在肚子向這家店的 食材保存相當不當的情況之下 造成了特定的條件 讓這個菌去產生的米酵菌酸 這是有可能的 但是呢 我會覺得比較奇怪的是 就像剛剛講的 19、20、21、22、23、24 這麼長 居然只有17個人 這也真的是非常的怪 可是最近我覺得比較緊張的是 有關於米酵菌酸這件事情 這一個東西在台灣以前從來沒有聽過 它最早最早最早 其實在印尼這個地方 最早出現在什麼 也是很多人說 素食很安全 這個老闆一開始出來 還說素食很安全 怎麼會怎麼樣 米酵菌酸第一次出現就是在素食 而且一般人認為很安全 叫做天背 就一種黃豆跟椰子 一起去發酵的東西 在那個環境下產生了這個毒素 它最毒就是剛剛你們有寫的這一場 造成200多人中毒 總共死了75個人 然後在中國最嚴重的一次 是9個人中毒 9個人都死 那在台灣以前都沒有出現過 那到底這個菌是怎麼來 所以有一些法醫就說 會不會他們進口 一些中國來的東西 不知道 現在還不知道 但是就是說 現在最麻煩的是說 到底呢 如果真的是米酵菌酸 這個我們台灣 是不是要開始提防這個東西 我覺得蠻值得擔憂的 所以剛剛素青講到這個 就是我要追問的 到底市長在第一時間怎麼會 到底講你要找衛生局 沒有 他就跟市警局長通電話 這個已經上綱到刑案了 台北市做這個事情 我認為還有要加強的空間 沒有問題 可是中央 王必勝我覺得非常糟糕跟惡劣 王必勝在針對這案子的時候 他第一時間回答什麼 他第一時間回答 他是在3月26號下午5點 才收到台北市的通報 他想回答喔 結果後來 像王必勝自己承認了 他說3月23號行北市 3月24號台北市 都已經有通報使要所 那他剛才講什麼 沒錯 他的最初的說法 完全忽略掉最關鍵的細節 他刻意的不提完整的時序 這種做法代表什麼意思 刻意的暗示跟誤導民眾 縣市地方政府有慢叛拍 不認真的行為 就是想把這個中毒事件 又通通卸責到地方政府 通通把責任推給蔣萬丈市長 甚至是侯友宇市長 這種人命關天 中央地方應該合起來努力的事情 居然被王必勝操作 變成政治問題 政治因素 我覺得這還是真的可悲 而且我覺得 王必勝如果是這種回答 他真的應該下台 不要再繼續塗壞 我們台灣的衛生環境了 王欣 你這麼看 我覺得這一次的食物中毒事件 它有太多的不尋常 因為你會發現 如果不是第一起的死亡案例 所有的相關食物中毒的案例 通通都不會出現 它都不會冒出來說 哎呀 我曾經去保齡茶室 吃過什麼什麼東西 然後我現在如此 因為最明顯的是 台南的那個案例 台南它現在其實還在 還在這個加護病房急救當中 醫生其實看到他的 這一個進展的狀況 然後就覺得說 這個跟台北所發生的 這個保齡茶室的這個案子 實在太像了 問了那一位病患兩天 那個病患隔了兩天 才想起來說 對 我在台北出差 然後我有去保齡茶室 然後我有吃了龜仔條 就你知道隔了兩天 他才想起來這件事情 換句話說 大多數這個食物中毒的人 反而在第一時間沒有想到 他曾經在這邊用餐 而產生的食物中毒 若不是第一期的死亡案例 所以我也懷疑 就是說如果這裡面 現在除了有人下毒 或者是說呢 可能像譬如說 講話他第一時間 要求市警局去調查 不純粹是調查 有沒有人下毒 還要去調查說 他們有沒有刻意出清 不良的庫存品的問題 這個其實也是 那等於是 那個過失責任就不一樣了 那麼第三個部分當然就是 如果是保存不當 而造成這樣子的米酵菌酸的中毒 它會不會是真的是第一期 包括了北榮 包括了台大 還有包括了食藥署 現在才要去建立 米酵菌酸的檢驗品 因為沒有檢驗品 我就沒辦法對照說 到底有沒有米酵菌酸的中毒 因為過去沒有發生過 所以現在才要建驗 這個標準品 當然我不是說慢半拍 而是凸顯出食案問題 真的在每一個角落 非常的困難 所以每一家開餐廳的人 其實都不要謹記這件事情 你的食材保存這件事情 如果不能夠做到百分之百的話 你遲早會出問題的 長榮集團正產拍案驚奇 直接下結論 2024好戲才要登場 為什麼 今天聽到這個消息 大家下巴差一點要掉下來 大阿哥張國華 不是採用長榮航 拉攏3D張國正 要讓他去破解弟弟們的結盟 的逼宮嗎 可沒想到今天就傳出了 居然才不到兩年 傳出張國華 準備收回長榮航的兵符 海空要一把抓 防誰 當然是張國偉 今天張國偉你翻報紙給他看 他接受了通篇的訪問 什麼都說了 所以俊大哥 我真的是太 這個哲哲稱奇了 這對 我們前幾天 才跟大家介紹這個 張家四兄弟細想的一句 就今天有最新進展了 來 各位講 還記得嗎 我們那時候說 大哥張國華 跟誰串通號 也就是張國正 說張國正為了 要跟大哥共識齊分家產 所以背叛了誰 張國偉 背叛了K董嘛 對不對 原本K董長 他找這個所謂的張國正 原本要串聯好 沒有想到變成叛徒 沒想到 一直叛徒 一直爽 結果呢 叛徒者人恆叛之 為什麼 因為現在是大哥 也要跟他背骨了 來 你看喔 原本他們講 張國華說 寄了一封信 說長榮航運的代表人 要求4月3號董事會解任 現任的董事長跟總經理 也就是這個張茗玉 你說這個張茗玉有什麼大不了 來 各位 第一點 這個張茗玉是誰的人 是張國正的人 再來第二點 解任這件事情 它代表什麼是 以前原本講好 不是是海空分治嗎 海是誰的 大哥的 還是大哥的 空是誰的 是張國正的 對 奇怪 你現在怎麼插手進來 而且給的理由很有趣 給的理由說 因為你這個長榮 這個空運 我跟你講你買股票 買的不夠多 買的不夠快 說好說你要趕快去處理掉 結果你都沒處理 但等等 各位 我講一個重點 不是說好分治嗎 你怎麼會去插手 管道這個空運的事情呢 所以顯然 這個只是個明目 真正的標的是什麼 代表現在大哥 先把張國正撤反 讓他跟K董鬧裝飆 鬧不合 對不對 但事實上 實質目標有沒有跟他分治 沒有 實質目標是我海空通通 我張國華一個人 要把他吃下來 所以我怎麼給你 我就可以怎麼收回來 現在裡外 不是人變張國正了 當然沒有錯 來各位 你看到大哥 原本是跟這個老三 張國正講說什麼 說我們海空分家嘛 對不對 但分家有一個標的 這個標的是什麼 長榮在台灣 有台灣長榮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金庫 這個金庫叫做 巴拿馬長榮國際 而原本這個巴拿馬長榮國際 他的所屬權 應該是誰的 張國偉可以懂的 對按照儀署對不對 按照張榮發是說 要給張國偉的 結果沒有想到 當時呢 李貓換太子 直接張國華 擔任董事長之後 有沒有在經營 有沒有在營運 沒有 開始在每個會 開始把家產 不斷的變賣 不斷的變賣 甚至傳出說 賣到可能總計高達 600億的資產 而這個600億 誰分走 張國華當然分最多 但下一個當然就是我們講的 張國正嘛 結果沒有想到 各位你看喔 他是怎麼個把他掏空法 他先用自己的長榮 買下巴拿馬 所以最後你會發現 整個巴拿馬長榮國際 只剩下什麼 窮的只剩下錢 因為所有可以盈利 所有可以賺錢 金金母 通通都已經納入在老大 張國華的囊下 好大家聽我們講到這個地方呢 會浮現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就是大哥張國華 為什麼選在這個時候 對張國正出手呢 各位你知道 最近呢 之前股票有一個飆漲是什麼 長榮海運嘛 海運賺半天了 所以他是一個大金金母 那那個時候是誰持有長榮航運 當然是張國華 但是各位 最近喔 另外一個東西叫做長榮航空 原本大家想說長榮航空 遇到COVID-19 根本沒有價值 還賠錢貨 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放在老三 張國正的名下 有沒有貓膩 有沒有毛病 有沒有問題 沒有嘛 但不好意思 長榮航 最近2023年大賺2000億元 老大這時候又動心起念了 會賺錢 那我可不可以跟你開玩笑 你看喔 當他站上2000億大關的時候呢 沒有想到 開始了管理出現很多的問題 而這個管理的問題 成了大哥張國華去 開刀張國正 開刀張名譽的一個貓膩 他說什麼 說因為你經營不散啊 什麼樣的經營不散 來各位 去年4月16號 這件事情真的有夠離譜 長榮呢 有這個A321 你知道他的機翼 飛機的機翼 就各位你看他的畫面 有沒有注意到 另外另外一個機頭 是波音777 對 就是這樣 好像一把刀刃就這樣削過去耶 對 機翼直接給他砍下去 直接給他插進去 他們說到底在搞什麼 地勤人員 後來有去做酒測 所以這代表什麼管理出問題嗎 哎呀 宇軒你這個案啊 我們不要講這種不幸的事件 不對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是嗎 就也是在去年 松山非雨田非日本的 一樣波音787 結果你知道他開著開著 都已經準備要起飛了 發現什麼事情 他的鼻輪 他的鼻輪 插銷還插著 等於是你騎腳踏車 大鎖還鎖在上面 你就要把他啟動了 搞什麼啊 怎麼會出這麼多意外 但我跟各位坦白講 這些都只是所謂的 出倒刀出鞘的理由 但真正的目標還是在於說 這一塊肥肉 海空大餐 海陸大餐 海空大餐 通通老大都要自己享用 好 海空一把抓 抵擋外乳 誰要來步步進逼 就 就是K懂啊 我們剛剛一直在跟他講 張國華的策略 張國華的策略就是 我先 當上所謂的巴拿馬長榮國際的董事 而且是永久董作 永久董作之後呢 他因為常有一個非常大的引游 你知道什麼引游嗎 法律判決 請問一下 這個判決 我們剛剛跟各位講 張國偉其實才是遺囑上的法定繼承人 但是一審判決他有沒有贏 贏了 二審判決他也贏了 但是現在還有在三審判決 所以各位 如果等到三審判決 真的是判張國偉贏的話 那我請問 這個巴拿馬長榮國際 是不是就要收歸張國偉的囊下 那張國華要怎麼避免這件事情的發生 我先掏空 所以你看張國偉直接講 他說分家可以 但是必須要公開透明 他說你像 你現在巴拿馬這個國際 財報呢 完全不給看 純正信款也不收 而且他持續在變賣 各位還記得嗎 變賣了六百億 還持續的賣 持續的賣 要把整個巴拿馬掏空 所以他現在最擔心的一件事情 是什麼 如果等到最後三審判決定言 這個法院判我贏了 結果我拿到了 巴拿馬長榮國際 張國偉K頭拿到了 結果發現裡面 只是一個殼 只是一個殼 只剩下錢 空空什麼東西都沒有 全部的東西都跑到老大那邊 那等於也是空一場 好 貢欣你在這個財經線上 採訪這麼久的時間 張家你一定有訪問過 在你的採訪日記裡面 怎麼會兄弟可以鬥成這樣 我覺得其實這就是 一個大家族留下來的後遺症 其實從張榮發2014年過世之後 2016年對不起 2016年過世 一直到現在 這已經八年的時間 這中間 我覺得張榮發 他自己覺得他很公平 因為他一共留下了四個兒子 對不對 大房三個兒子 然後二房一個兒子 他覺得他很公平 每一個人的股權都一樣 這裡各自18% 那邊各自20% 連同他自己的20% 所以他覺得他公平 可是他留下了一個最大的後遺症 他就出現了合縱連橫的空間 有的時候家裡頭兄弟姐妹 比較複雜的話 比較不受寵的兄弟姐妹們 還不知道那個海外控股公司 到底是發生什麼 這不是只有長榮集團發生過 之前台塑集團也發生過 是一樣的狀況 就因為他們外銷嘛 然後在海外賺的錢 就在海外成立一家公司 接著這一家公司 誰掌握 他就好像是 誰掌握了屠龍刀 誰就可以號令天下 一模一樣的情況 我覺得今天情況其實就是如此 我張家這齣戲還沒有結束 因為你很清楚的會發現 張國華老大 張國正老三 以及張國偉老邀 都是個性很強悍的人 那張國華他進進出出 長榮海運多年的時間 他有他在執行上面 非常有魄力的地方 也因此跟他爸爸之間不合 那時候為了老成的關係 那老三呢 張國正長期的 是對航空有興趣 而且呢 他也是當初推動 成立長榮航空 最重要的推手 他的個性也很強悍 他為了護媽媽 然後去跟爸爸翻臉 那老邀張國偉 是大家比較熟心的 小K董長 那他的個性其實也強悍 但是他有他獨立的一面 那我覺得三個人 都有一股使命感在身上 挖號這樣子 我覺得這場戲 可能還要再多演好幾年 五期報新聞從2018年開始 連續六年謝謝大家的陪伴 我們已經累計了總計 九億人次的觀看數了 非常感謝大家 重磅消息 跟大家拜託一下 我們快要突破 一百萬的訂閱 我再唱一下 請大家樓上就樓下 摳更多人 來幫我們按讚訂閱 一百萬人的幸運兒 會是你嗎 請大家一定幫忙來訂閱分享 然後我都會看喔 感謝您